看小视频,学大语文 小,少 小和少原本都是小沙粒 三颗小的沙土粒的样子表示小 四颗小的沙土粒的样子表示少 由于小,少都表示细小的沙土粒 因此在汉字中都表示小,不大的意思 小,少,很妙 年纪不大的女孩子就是妙龄少女 小加土等于沉 小的土粒说一吹,沉土到处飞扬 小与大相对 一般表示面积,体育,力量 不及一般或所比较的对象 如小汽车,小树,小刀等 少与多相对 一般表示数量小 如少外,少许等 看小视频,学大语文 牛 用一个牛角向内弯曲的硕大牛头表示牛字 牛作为古代中国人从事农耕活动的主要帮手 是农民的好朋友 牛可以做偏旁,表示与牛有关的意思 物品的物中就有个牛字旁 小时与众不同 特别特殊的侧中也有个牛 从这些字中 我们都可以看出牛的重要性 看小视频,学大语文 果 果的果文字就是一棵树上结满了果子的样子 水果很多 古人将它们分为瓜和果 藤蔓上结出的是瓜 树上结出的叫果 果在汉字中隐身表示圆形的意思 木加果等于磕 磕就是一个圆圆的木头疙瘩 方便计数,用来表示植物的多少 比如一棵树 棵做量词时用于植物 看小视频,学大语文 鸟 甲骨文中的鸟 是爪子支撑着身体 站立着的小鸟的样子 有尖尖的嘴巴 身后还拖着长长的尾巴 鸟子里的那一点 表示鸟的眼睛 下面的一横是鸟的爪子 鸟可以做偏旁 表示与鸟有关的意思 传说皇帝的后代 帝库有一个妃子叫简笛 在玩耍时,一不小心吞下一颗燕子卵 而后,生下了商朝人的祖先,契 所以商朝人认为自己是鸟的后代 造的是大量使用鸟 来表达对祖先的敬意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